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金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现在在往樱花那个地方去 给大家拍拍风景 在这坐一会儿 很多的大爷大妈呀 都在樱花树下吃饭 很惬意啊 去年是跟我老婆一起来的 当时还是女朋友 转眼一年已经快过去了 现在已经成为了我的老婆 今天20度左右 非常的温暖 就是风有一点大 很多大爷大妈都在享受着春日的快乐 跟樱花合照一下 回家了 今天在外面放松了一天 心情挺爽的 然后现在又开始 去买点菜 晚上做饭了 买个咖喱 买这个吧 回来了 开始做饭了 刚才朋友们可能看到 我买的这种典型哈 上面写的半价 然后日本呢 有嗓味期限和消费期限 消费期限呢 就类似于我们国内的消费期限 像日本的一般 生鲜食品 包括奶油的 它就会写消费期限 然后你看比如说 这个是明天过期的 所以说它就打了半价 但是在打半价之前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里面还有贴了一张纸 上面写的就是便宜20% 但是可能便宜20%呢 可能还有没卖出去 可能做多了 然后它就会到时间呢 它再贴一个 就打半价 如果再卖不出去 那它这个只能就扔了 处理掉了 所以说今天正好有三个 买了三个晚上一起吃 说到这个嗓味期限和消费期限呢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曾经在便利店的打工经历 在便利店打工的时候 每天有一个很大的工作量 就是确认面包呀 确认一些便当啊 还有一些饭档什么的过没过期 差不多每天需要确认 两次到三次左右 可能超市快要过期了 它会标商打半价 或者打折扣 但是便利店几乎很少去打折 他们过期的话 就直接就扔了 有的店的便利店的店长呢 可能比较好说话 当一些面包啊 炖当啊 过期的时候 你跟他商量 他是允许你拿回家吃的 这都是免费的 但是我当时那个便利店的店长呢 就比较阳格 只要商品啊 一过期 他是不准拿回家的 一律就地处理了 虽然这种来看就是 保障了食品的安全哈 某种程度上 但是其实按照我当时的想法来看 其实这也是挺大的浪费的 像面包啊便当什么的 可能过期几个小时 过期半天来说 使用应该是没有多大的影响 一个商品过期的时候 当你再怎么确认 偶尔也有疏忽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如果客人选了这个商品 他去结账的时候 当他扫码的时候啊 这个机器会发出警报的 我说的是在便利店的情况 超市会不会发出警报 我不知道哈 发出警报 然后他就显示你这个商品过期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需要道歉 然后再把这个给给他拿一个新的 我在便利店打工半年 遇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 我之前看过这样的新闻啊 有一个人就专门去便利店或者超市 找那些已经过期的商品 然后去付款 然后回家之后 再给超市或便利店打电话 投诉他们 说你这商品都过期了 然后让超市或者便利店赔钱 然后这个人可能干了很多次 最后被发现了可能是欺诈 然后警察就给他抓起来了 可以这样的东西 但是这商品都可以给他 所以说要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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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那我帮你来吧 但是这些东西又能够购买了 是吗 那你两种东西可以帮我吧 对 我购买了 为什么购买了 我购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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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的吗 嗯 我购买了 大きいな これ韓国食べたことあるや これ うん 食べたことある じゃあ韓国これにするわ やもとに両方食べてもいいよ まあ 韓国一度口ならいい うん いいや 老婆有花粉 所以她鼻子和眼睛都非常的痒 これおすしな うん 今天市政府游了一张地图 就是避難地图 上面显示的 みんなに見せてもたい 上面显示的哪个地方比较危险 河水容易犯滥什么 きいろのところで危ないところ うん 给大家看一看市政府发来的防灾地图 这一片都是我家这一片 然后这个是水灾的危险地图 这有几个颜色 红 黄 藍 然后因为这边很多都是两层的楼嘛 所以说她标记了蓝色会浸水多深 红色会多深 这边是水灾的 然后这一面呢是屠杀灾害的 黄色和红色部分比较危险 一些重要场合在这边标记出来了 可以手机查询啊 不知道大家住没注意到啊 像这种避难场所啊 大部分都分布在学校或者学校的体育场 还有这边 日本的学校呀 小学什么的一般都建立在比较安全的地方 小金家的晚餐出炉了 这边是水灾的 蘿蔔香菜赞大家 开饭啦 いただきます 嗯 美味しい 体是3 嗯 1、2、2、2是没的 一直是什么? 一直是3 嗯 1、2是一样的 可能是甜口咖喱变成的 普通的咖喱味道也吃不错 对啊 嗯 3、4、4、4、5 5 5,4、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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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超辣的 我吃了 真的 真的 真是 太辣了 咖啡 太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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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太辣了 好 太辣了 太辣了 几十天 才有点 有点 有点 不知道大家 在休息一下 今天 是 今天 是 有点 90天 90天 大概 希望大家能够点赞 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小金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